77岁的纽约地产大亨 Mohis Labose过世 留给他两个女儿 21岁的Marlena和17岁的Victoria 各1000万美元的遗产 然而这位精明的老爸 却立下了一些继承条件 Labose的遗嘱指示 两位女儿满35岁时 才可领取全额遗产 但若达到某些条件 便可提前领取部分金额 比方说 若Marlena在35岁前结婚 她可以先领取50万美金 但她丈夫必须签下婚前协议书 保证不会碰那笔钱 如果Victoria从Labose认可的学校毕业 且提交毕业后的计划 她便可提前领取75万美金 另外如果他们结婚生子 而不是未婚生子的话 还可领取部分现金 他们的母亲Iva Labose 并没有分配到遗产 因为Iva在Labose过世前 正在跟她办离婚手续 但两个女儿 还是能用他们得到的遗产 照顾母亲 Iva已经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争取Labose留下的3700万美元 由于她认为在她老公过世前 婚约还有效 而Labose名下其他财产 则捐给慈善机构 例如Michael J. Fox 成立的帕金森政基金会 以及Mills on Wheels慈善项目 TOMO News原创LINE贴图第二波开卖咯 快来下载吧